出发 出发出发 偷建筑材料 偷建筑材料 偷料去了 叫了个帮手 走啊出发 跟老板说明了情况 赞助我们一些施工材料 第一步 被料设计跑突 差点洗呢 再差点粗呢 这雨太突然了呀 你这算啥呢 算这个底长要多少 都是才好凉呀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算的 这个 不是上学的时候都学了吗 不懂点设计工程 没法干画面老板 开方 哇还有开方 一点 做个1.3的吧 OK 有了 相当于大L等于1.3 小L等于0.2 整体做1.5 就绝对够了 第二步 制作模具 现在要先设计一个模板 对模板 模子对吧 对对对 教授你之前两边 要先把模子做出来 对 限销签笔 他妈妈的 切那个 木档的切个皮 就卖一遍 哦 怎么写一个面 可不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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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造成 好一个面好吗 对面是无景点 刚够吗这不是 然后20 35 造型就做成 就是这边还是个斜边的这样 稳一点 像微信那个是吧 有点像微信那个 但是我想做的是 这里到这里是圆的 糊的 OK然后拉到2米5 得垂直这条 你放到地上 圆规那样 对对对 你那就一点不动了啊 更拉紧一点 绷住绷住对 稍微稍微高立一点点 跟蒜的差不多 误差有一个 一公分误差吧 可以了 好了已经切下来一块了 再做另一半 这个也得跑 但是不乖了 只要那骨点那个墨具 给它夸竹子就完了 这刚好可以用来做骨架是吧 对对对 刚才的模具 只是个形状 它需要 骨架来支撑 圆阶 做一个80宽的吧 足够用 哦可以可以 你往往再翻进一面啊 这三根又准备好了 凭感觉 哎呦 搞个面板划上 回干 哦 就这样吧 粗糙是粗糙的 这一大袋 咱往上抬啊 我 我 在 这 正经 Sk8 把第三步 选择地点 现在想去那边 因为那边有个坡可以加速好一点 挖扯了 这里是沙子对吧 这里是石头 就是这个是面料 这个是修补料 修补料就是 面料 面料 对 表面加固的 对 就是主要靠这个 第四步 购买工具 哎 这个不错 然后这边有个斜坡正好加速 对 加好加速 去找点那种石块 这个广场地面特别好 我去找点石块 大 大 差不多 第五步 机座填充 拿滑板来的多少钱 还有的吗 全部栽的吧 可以吗 就这样吧 第六步 混凝土开窗 第六步 混凝土开窗 然后 书记 说乎的这个阿姨 给我们打开了石灵头 哎 好 好 有贴纸吗 非常有贴纸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我里面有贴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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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关吗 这个这个大妈 哦 但是我们有贴纸 没关系 它已经搞定了 已经搞定了 用力 这是水泥吧 快干的 这个是 它这个干的很快 我们先破一段 这个一整袋用四公斤水 现在用的半袋就用两公斤水 两公斤水就是四个瓶子的水 四瓶水对半袋 这边都往这边 这边有洞 突然都捏了 这一块 哦 这感觉 卧槽 长到三分之一了吧 歇一会 现在往里面看沙对吧 对 因为料有点不够 省了点这个面层的料 现在肌底的话实际上 只要能粘住就够了 没发现哪个肌底歪掉了 哈哈哈哈 直接歪了 赶紧拌 要一直拌 慢一点 往里面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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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已经拌的第几袋了 这是 最后一袋了 没有了 前面是两袋水泥 对 两袋那个 那个什么料了 对 一袋石头 一袋石头全部弄完 然后发现两袋石头 虽然这么小一个KICKER 但是特别吃料是吧 对对对 哇他们去拿新料去了 打个电话给小韩 那尽量拿个四袋 我说了让他拿四袋了 好 等于又到货了 到货到货 继续 继续继续 我们今天是尝试 第一次做一个GVI道具 然后这个KICKER 一个稍微带一点 弧面的抛台 然后现在进度 基本百分之十八点 对吧感觉 连动物看了 对料的需要 对对对 你做那部分 已经全部都硬了 基本上马上到面层了 现在就一直得往上改 这个阶段也是比较费工 就是得 因为它一直会留 鞋面它一直留 就得一直改 做弧面做鞋面都很费工 还要接近完工了 因为这个水泥一直很稀 一直往下流 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突然瞬间就不流了 突然瞬间不流了 又凝固了 现在害怕了 又要赶紧往下 哈哈哈 挺难的 包难 包难 没有想象中紧的 其实现在这个粘稠度 是对的 第七步 终于进入到最后一道工序了 开始收表面了 这个表面的粗糙程度呀 就全当自己在巴里滑倒了 现在就靠这两把铲子了 靠我两把铲子 靠我两把铲子 它抹横子 六七个人 干了四个小铲子 就干个小铲子 小铲子 小铲子 还没干妙啊 你看这 中文人家看这个视频太笑了 你们几个干嘛呢 你给我拿个啤酒吧 我过一会过去结账 雪花啤酒还是 雪花 我等一下过去结账 咱们几个要是把这个奥运会场地接了 得干多长时间 估计 是不得先提前四年开始干 奥运会结束了 哈哈哈哈 九点十分了 又过去差不多二十分钟了 看看进展 接地这块摸得到真平 比上面这平多 上面石头太多了 九点十五分 这算是完成了还是算是放弃了 这算是基本结束了今天 我觉得咱们吃个烧烤 过来就可以划软了 年度最佳这个师傅水泥工艺 一分钟没歇 你看上面这个 就这样做一个 这个坑 这是火星表面 你看下面那个 哈哈哈哈 就这样做一个吧 防止这个有人搞破坏啊 这个施工质量不怎么样 施工设备是已经达到了这个 哈哈哈哈 你看雪花童也来了 是吧 得浇点水了 对 还有矿泉吗 没矿泉水了 只能浇啤酒了 让他喝点吧 教教教教 会不会明天来吧 开开光开开光 对对对这个让他喝点 让他喝点 像视频里那个 明天来吧 历时五六个小时 做一个小Caker 然后这么专业的设备围起来 城管来了都不敢管 这绝对是 这市政市工啊这是 市政市工水平 刚刚开始吃饭了 隐藏步 滑手去摊 吃了一个晚饭 回来看一看 吃了一个晚饭可以滑了 哎呦 直接站上去了 perfect 真的假的 真的吗 哇这个接地可以的 第八步 脱模 没有电动工具用 用手动 撒开 撒开 太麻面了 得补 得补 石头放太多了 嗯 但是也是能玩的 没事儿 偷偷捡量了 不听这个声儿 哎侧边还可以啊 很完美 还可以还可以 嗯 石头都留在上面了 然后粉料全往下边来了 不是应该这里直接放一块 然后灌 分层灌的吗 对分层灌 你说这个做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次做的话 给自己打个六十分吧 及格是吧 起码我觉得处理一下 还是能滑的 不至于说卧槽造出来 完全滑不了 第九步细节处理 这个白色 吃的 纯粉 嚼石棍 感觉不错呀 感觉在做一个艺术品 开始要清点 然后慢慢的加力 找到绝窍了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挺妙的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 现在这边有麻面先补力一点 然后 我觉得这样有一点 这种这种这种 挺有感觉的 我觉得如果完全做的特别平 像滑板厂一样 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现在感觉不错 哈 还不让傻举 又下雨了 旁边找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包装袋 秉承着不想货花一分钱的精神啊 来自该头 都可以把它掀开看看 真干了 这个硬了都 还有一点点软 有一点点软 有一点点软 可以滑了 杰克 你先跳一个 先跳一个 先跳一个 非常完美 第3 2 2 2 3 3 4